有很多的专家是预估说这个因为BA.4 BA.5的免疫逃脱能力比较强 那很多BA.2感染过的那个民众 可能他的这个免疫效果也慢慢在减退中 其中就以BA.5的这个传播力看起来 可能比BA.4更高一点 所以是有可能会取代掉BA.2 而成为这个下一波主流的病毒 Omicron变异株BA.4和BA.5 近期在英美两国崛起 根据指挥中心的数据来看 目前英国共占了30% 美国则是13% BA.2还是大多数 就有专家认为这是一个警示 到底哪一支会变成新的流行株 其实我认为不同国家可能会不一样的 比如说英国看到BA.4、BA.5 可是美国看到的其实是BA.2.1、2.1 也不见得每一支病毒到每个地方都会造成流行 那亚洲会流行哪一支病毒呢 或者甚至有一次新的病毒会出来 都是值得观察的 因为Omicron病毒序列千变万化 不免让人担心 确诊康复后是否真的有无敌猩猩 保护自己不再感染 它的序列主要是因为变化多端 那你面对一个浓度很高的 恶度要感染你的人 那你原本那个病毒株的序列 所产生的抗体 面对说那个另外一个序列的病毒 那可能效价相对又被打折了 指挥中心目前严厉超过三个月若有高度疑似相关症状或CT值低 会让医师通报成二度确诊 就有重复感染者说 比首次染疫的症状更严重 国外是有些重复感染 那但是事实上它的那个重症是比较偏少 变异株感染的所带来的那些免疫生生成 其实对于保护自己的那下呼吸道和脏期还是很有用的 只说上呼吸道相对抗体的助手是比较少 可能抗感染会稍微薄弱一些些 想要对抗顽强变异株 次世代疫苗的到来成为焦点 指挥中心公布 目前与莫德纳的合约保有选择权 专家认为施打后对Omicron的综合抗体可以提升8倍 更能增加保护力 当然新闻王一婷寻好 台北报导